各位同志朋友好 歡迎收看《真投資》 我是分辨忠燈 昨天美股大漲 今天台股開高走低 那我們的藥花藥 今天又在創新高 今天又在創高 距離歷史新高剩下3塊錢 那我相信今天多數投資人 都會有相同的問題 聯準會升起3碼 結果出來了 為什麼沒有利多出盡 為什麼台股成交量 還是放不大 那台股又是開高走低 那其實這就符合 我們在本週一直強調 不論說聯準會升起幾碼 2碼 3碼 4碼 5碼都好 其實這不是台股的問題 台股的問題不在於說 聯準會要不要升息 而是在於美元 台股這個時間之所以說 量能會這麼不足 那好像指數要漲不漲 要動不動 最大的原因就在於說 美元跟新台幣的利差 美元目前還是強勢了 多頭格局 目前新台幣 還是比較弱勢的格局 那一來一回之間 國際的資金一定是轉往美元 不會到新台幣 台股自然就是小區間的震盪 所以其實你去看 為什麼說這個時間點的台股 它會花比較多的時間 持續橫盤整理 持續橫盤震盪 最主要就是說 上方有比較大量的套勞賣壓 就符合我們之前講的 1萬5之上 它是實質的賣壓 1萬5之下 這算是說恐慌性的賣壓 國安基金喊個話就上去了 但是1萬5之上 它是實際金錢 所堆出來的套勞賣壓 而且是連環套 那要去消化 前方的連環套 就需要成交量能放大 但是成交量能 目前就是維持1800到2000億 因為目前新台幣跟美元 它存在利差 除非接下來台灣的央行 它也跟著 跟著所有聯準會一起升息 而且升息幅度要一致 如果說台灣央行 升息幅度跟聯準會一致 那利差縮小 國際資金就會回來台股 但是目前來看機率比較低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說 昨天美股大漲 但是今天台股就是開高走低 這就是新台幣跟美元之間的差別 所以也是因為這樣 所以國際資金不容易在短時間內 大舉的進來台股 所以就會變成說成交量能不足 那為了要去消化前方的連環套 所以它需要花時間 下去做正當消化 那在這樣子的環境之下 很多的電子股表現空間就不大 但是升息股 它就一直創高一直在創高 這就是升息的優勢 所以為什麼昨天我們會說 這個時間點 我們就是升息股波段操作 賺一倍兩倍三倍都是有機會 那搭配立基性強的電子股 去做短線的價差 那一來一回之間 大盤在橫盤整理小區間的震盪 你就會讓整體的獲利 源源不絕一直這樣進來 因為你去看 包含像是景碩 新興南電 盛群 新唐 台辦這類型 這類型跟大盤連動性比較高的電子股 它就是漲一段跌一段 漲一段跌一段 上去那又量能不足又下來 上去量能不足又下來 它就形成說區間的震盪 那就不需要把資金浪費 在這類型的股票上面 第一有資金成本 第二也有時間的成本 所以就像我們昨天講的 這個時間點交割戶要逆轉勝 如果說在上半年操作很不順 這個時間點逆轉勝的關鍵 就在升技 升技股波段操作 搭配上粒基型的電子短線操作 這兩大類有什麼特性 來 你去看 升技股的特色無視大環境 不論說接下來CPI PPI 怎麼樣跟升技股無關 而且爆發力很強 重點是在這裡 藥證疊價無上限 股價沒有天花板 升技股它之所以會這麼的迷人 就是因為說它的股價 幾乎是沒有所謂的天花板 很多人會去問說 易德的目標價 藥滑藥的目標價在哪裡 我的回答都是無上限 因為這個東西 它是靠藥證來疊價 你說藥滑藥 它會漲到哪裡去 今天藥滑藥最高來到了573元 573元已經遠遠超過了所有券商 國內券商 國外券商 給出來的目標價 全部都已經超越了 所以這就是升技股它最大的魅力 股價絕對是沒有上限 也沒有所謂的目標價 因為同一項藥品 它可以取得很多的藥證 不同國家的藥證 加上不同的適應證 一直疊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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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價就會一直飆一直飆 所以為什麼在2015年會有300%的耗頂 300%的中域跟400%的基亞 就是這樣來的 所以這一段它就非常適合拿來做波段性的操作 因為它無視大環境 不論說大盤怎麼走 經濟環境怎麼惡化跟它沒有關係 而且爆發力又強 再來 利基型的電子 因為有時候資金會輪動 有時候會說 好 轉到電子或說轉到生計 如果說輪動的話 利基型的電子 它相對就會比較強勢 因為所謂利基型的電子 它就是寡占市場 因為它技術門檻高 技術門檻高它是寡占市場 也代表說競爭則少 競爭則少 它就不會有終端需求的問題 就像是彩域 就像是三腐化 因為說它的技術是獨家 那獨家的技術 要怎麼去砍單 砍了它也找不到其他的供應商 所以也是因為利基型的電子 它是屬於寡占市場 所以我們講白一點就是說 它可以任意的去調漲價格 它如果說終端需求下滑 它大不了就去調漲價格 就是這樣子的邏輯 所以它一樣是不會受到 大環境的影響 再來 利基型的電子 它也沒有庫存的問題 來 你去看 從本週一的盛群 一直到本週二的智原 包含像是穩茂 它目前都是慢慢這樣 一檔一檔爆出來 從可能說年初的面板 成熟製程 一直到MCU 一直到MOSPHE 現在包含像是功率放大器 穩茂 都開始出現庫存過剩的問題 那庫存過剩的問題 它就需要花時間去做消化 大約是一到兩劑 那一到兩劑的時間 它的股價就是攤在那邊 也跌不到哪裡去 但是也漲不到哪裡去 就是橫盤整理 所以如果波段生氣股 搭配上利基型的電子股 最大的優勢 就是可以讓你整體的獲利 源源不絕的一直流進來 尤其是生氣股 它不受大環境影響 非常適合拿來做波段適合操作 來 你去看 我們就以藥環藥當例子 來藥環藥 藥環藥當時有講 7月12號是第二次的買點 轉牆之後的買點 好 這個位置 7月21公開預告 即將要轉牆 因為它佔上了500元 佔上500元 我們也第一時間去做切入 7月21號當時收盤在504 7月22號收盤524 最高524 7月25537 7月26553 7月27558 7月28573 今天最高已經到了573 距離前高576元 只差大約是3元 不到一周的時間 穩穩的又是15%的獲利 價差足足是73元 不到一周的時間價差73元 你去看哪一檔電子股辦得到 是不是 而且你去看 為什麼我會說生技股 它的股價無上限 因為它的藥症 可以不斷這樣疊加上來 疊加上來 你去看 藥環藥其實在今年的2月份 有一間券商出到了 最高的目標價400元 當時藥環藥股價在250元 當然說市場上都會覺得 是不是瘋了 250元喊到400元 那結果今天573元 所以你去看 這張表 你會很清楚發現到 為什麼我會說 所有的新藥股 它都是沒有天花板的 當時哪一間券商我就不說了 在2月份 目標價最高 全市場最高是400元 當時股價是250元 當時當然說整個市場會覺得說 藥環藥250元 你給到400元是不是太誇張 你是不是瘋了 但是就是一路漲到557 好 那到了5月份 5月份這個位置又有一間券商 給出了445元的目標價 當時的股價在320 距離445還有100多元 大家也覺得說 怎麼可能會到 已經漲了這麼多 那它的目標價又差了 大約是100多元 怎麼可能會來 那就像我講的 因為它的藥證 它的利多 可以不斷這樣跌上去 所以也是大約是 不到兩個月的時間 它又從350 一路飆到今天 一路飆到近期最高價 576 這就是整個生技股 它的魅力所在 它不會受到什麼 本益比 或者說股價進止比 或者說獲利的限制 反而說股價進止比 本益比獲利 這些對於一些電子股來講 它反而是一個 是一個框架 但是對於生技股沒有 它沒有這一層的框架 等於是說 好 藥華藥現在是573元 好 573元 那如果說新的市印證下來 可能又到600元 700元 那如果說其他國家的藥證 又取得 可能就800 900 1000 它可以這樣跌上去 所以你去看 這是不是就非常適合 拿來做短線操作 拿來做波段操作 一路這樣抱上來 獲利非常非常的可觀 所以你可以攤開整個說 台股1700多檔 將近1800檔 所有的股票 以今年漲幅來講 最強的全部都是生技 關鍵就在這裡 因為它不會有下修的問題 不會有說景氣不好 大環境不好 所以遇到說 砍單庫存的問題 所以它拿來當成是波段式的操作 我們獲利會非常非常可觀 那同時間 因為說一個大波段 它一定會有中繼整理 中繼休息的時候 那我們就去搭配 立基型的電子股 4755的三幅化 6789的柴域 這類型的電子股去搭配操作 可以讓你整體的獲利 非常非常流暢 所以為什麼會說 整個交割會要逆轉勝 我們要做的就是波段生技股 搭配上立基型的電子股 去做搭配操作 獲利的速度會非常非常快 所以你可以發現 其實整個盤面 就是說 我們這樣去看大盤 其實整個大盤來講 它的空間是越來越小 越來越小 就是說這一段 從13900點 一直到15000點 這一段可以算是說 超跌後的反彈沒有問題 但是反彈到了15000點 它就會開始進入一個 比較橫盤的區間整理 所以大家可以去回想一下 當時在2015年的狀況 當時2015年的狀況 其實跟現在非常非常的相似 就是說 剛經歷完一些比較大型的 股市債市會市 這樣資金的輪動 因為當時在2015年 就是歐債危機 那又加上說 各國央行寬鬆 國際資金到處亂竄 那也是 整個信心不足 那又加上 美元太過強勢 所以整個 新興市場就被壓抑到 那當時2015年也是 很多的電子股就是 要死不活的 跌也跌不到哪裡去 漲也漲不到哪裡去 就是彈在那邊 在那邊晃 但是反觀像是一些生計 或是一些利基性 比較強的小眾電子 它的漲勢就會非常非常的強 所以在這個時間 那就不需要把一些資金 浪費在 可能說 在那邊 橫盤整理的電子上 反而是波段操作 搭配上利基型的電子 短線操作 它整個獲利的流暢度 會再更快 請你去看 6446藥環藥 它就是最好的例子 573元 已經超越了所有 任何一間 目前國內外的券商 最高的目標價 就是445元 但是它已經到了573元 已經超越了所有的目標價 也代表說 就像我講的 它目前已經取得的 可以說 好350到500之間 它是在反映這一項 紅血球增多症PB 去年取得的 去年取得的FDA藥證 可以說它是在反映這一塊 但是在今年的年底 還有新的適應症要解盲 白血球增多症 那如果說 這一項新的適應症 解盲數據很正面 股價又再疊加上去 所以其實說 這個觀念就是說 對於新藥股來講 同一項藥品 它可以取得各個國家的藥證 因為如果說你要取得說 這個國家的銷售許可 你需要取得 該國家的藥證 所以其實這麼多國家 可以一直去取得 一直去取得 好 再來說 同一項藥品 也會有非常多的適應症 那你說 適應症將一項一項疊加上來 對於它後續的銷售狀況 跟爆發力 就會越來越強 所以這個時間 其實它就很適合拿來做 比較大型的波段操作 因為空間非常非常大 而且也不受大環境影響 頂多就是 短線上有一些資金排擠的問題 資金轉移到電子 很快就會再轉回來 所以你去看 這就是很標準 漲一段 這一段在橫盤整理 因為資金轉到電子 轉到一些跌升反彈的電子 高檔整理一下 震盪一下 當時預告轉強 又再繼續往上拉 這就是很標準的強勢股 而且其實說 藥華藥這個東西就是說 它在2019年 是取得第一張藥證 歐盟的 就是一樣是百事銳銘 它在2019年已經取得藥證 那就這樣一路跌上來 跌到現在 跌到去年取得FDA的藥證 所以這一塊 我們一樣有全新的生技黑馬 即將要操作 就是說在第三季或是說 第四季即將取得藥證 或是新的一些適應症的生技股 我們就會陸續下去做佈局 所以把握機會 這個時間點 波段生技 搭配上粒機型的電子短線操作 整個獲利會非常順暢 利用廣告CNJ來電 先進一段廣告 所以你看像是新興景碩南電 好不容易底部打出來 準備要起漲了 召開法說會 今天又一根跌停 是不是 這就是說 整個電子業 它庫存的問題是 一項一項在爆發出來 其實包含像是MCU 包含像是MOSFI 這算是 整個電子業裡面 最不會有庫存問題的小族群 但是連MCU跟MOSFI 都開始出現庫存問題 就代表說 這一件事是很紮實存在 就是說通膨的問題 包含升級的問題 已經開始實質的影響到一些電子業 包含像是聯電也是 尤其是聯電接下來要公佈 7月份的營收 有可能 目前預估可能會出現 衰退一成這樣子的狀況 所以這部分就需要去特別去留意 你去看 就以新興景說南電來當例子 就是漲一段 今天又跌回來 但是它跌也跌不到哪裡去 第一次說它長線來講 本來就有它的價值在 再來是說有國安基金 所以會變成說漲 漲不起來 跌也跌不到哪裡去 那就是漲在那邊 漲在那邊沒有什麼太大的操作空間 那把資金耗在那邊 就沒有什麼太大的意義 就是說其實像 新興景說南電 這類型的股票 長線來講一定都有它的價值在 但是所謂的長線 可能一放一年兩年 如果說一年兩年 當然是長期看多 但是如果說看的比較中短線 一季到兩季左右 它就需要花時間去消化庫存 那股價就是橫在那邊 所以這個時間 我們就是 操作空間最大 那漲勢最快的生技波段操作 搭配上粒機型的電子 去做短線操作 在我這兩大平台裡面 都會有最新的消息 尤其是說 各式各樣的生技股 新鑰股 什麼時候取得鑰子 什麼時候解盲 裡面都會有 Lite跟Telegram ID都是WE178 WE178 前面要記得加小老鼠 而且我是全市場公認 最有公信力 生技的分析師 鍾坤真生技 直接上熱搜榜 所以你直接加入了Lite跟Telegram 裡面就會有最即時 最第一手的消息 所以 包含像是粒機型的電子 就是說 為什麼會說一定要挑 粒機型的電子 因為接下來會遇到的問題 你去看 現在大家可能說 看到某一檔股票要開法說會 都會很害怕 可能說原本不開美是一開 股價就直接一根跌停板 因為這個時間點 很多的產業 它確實已經面臨到庫存的問題 訂單的下修 終端需求的下滑 所以像法術會一開 穩帽 新興緊縮難墊 它就是直接吃一大根 會變成這樣子的走法 所以這個時間 我們就是說 大盤就需要等這個位置 其實大盤也是一樣 就是大盤上方有 比較大的壓力 需要去做消化 但是下方又有國安基金 所以它也是一樣 會呈現一個 不上不下的格局 一個不上不下的格局 其實就是一些中小型股 它最好的發揮空間 其實就是說 粒機型的電子 它不會有所謂 庫存的問題 簡單的問題 終端需求的問題 所以這類型操作起來 也可以非常的安心 不會擔心說 突發的什麼樣的事件 或是說 你去看 像是整個MCU族群 整個MCU族群就是聖群 聖群開完法術會 整個MCU就會起下來 可能就會出現 這樣子的情況 但是如果說它的利益性夠強 基本上就不會出現說 因為單一事件 那導致說 股價大跌這樣子的狀況 發揮像是 財域 6789的財域 當時有講 0.6為名的影像感測原件 那它也是 具有它的利益性 不會有所謂砍單的問題 290元以下去做切入 跌破成銷價 720 307 721 309 725 339.5 727 341 那今天小幅度的回檔不影響 那這一段足足已經有17%的獲利 290元以下去買進 那最高來到341.5 那今天也是一樣 跟著大盤小幅度的震盪不影響 那因為說 整個電子股它的走勢 還是比較黏一點 因為畢竟說 電子跟大盤的聯動性比較高 那大盤目前空間又不大 跌跌不下去 那漲也漲不太上去 空間不大 所以對於電子股來講 就算它是利基型電子 它的走勢也會比較黏 所以它就適合拿來做短線操作 所以我才會說 波段生技 搭配上利基型電子 短線操作 那整個獲利 就會跟活水一樣 不斷的滾 不斷的滾進來 那其實像三幅化也是 很多的電子都走這個樣子 就是說漲一段 那又開始再回檔 其實只有講 極度便宜的價格 全年12元 隔沒幾天漲停板 158元 那這幾天又開始跌回來 這就是 漲勢是比較黏一點 所以這類型的股票 就是適合拿來去做短線 搭配操作 但是最大的重點 還是在股價沒有上限的 生技股上面 其實如果說以下半年來講 光是一檔易得 光是一檔藥華藥 甚至說保銳 光是一檔 至少就贏過 9成以上的電子股 那包含像是易得也是 你去看 當時在4月份有講 因為它是做MDI MDI這個東西 獨家性非常非常的高 而且雖然它是定量噴霧的吸入劑 但是它在FDA的門檻 跟審核的一個資格 非常的高 不好取得 十年末未見 當時有講 在4月份 股價在20出頭 有特別說過 它是一檔有翻倍潛力的生技股 那就跟耀華藥一樣 2月份有券上出400元 大家一定是不相信覺得瘋了 像易得也是 當它的股價在20元 我說它有機會翻倍 大家一定也是 不相信覺得怎麼可能 但是一直到今天 最高來到36點多 即將要翻倍 這就是整個生技的爆發力 它的利多 題材 躍症 全部一直疊價上來 股價根本沒有所謂的目標價 就是一直上去 6月10號 第一根漲停板 這個位置 重新進場佈局 20元上下 6月30號 這一段已經70%了 最高來到32.35 當時有講 稍微整理一下 只要說站穩30元 就是新的天空 7月12 等待轉牆第二次的買點 7月13 上漲8% 已經有買盤開始切入 即將要轉牆 7月12 第一根漲停板 7月15 第二根 7月16 盤中再漲停板 昨天7月17 最高來到36.85 這一段 合計漲幅已經到了84% 即將要翻倍 就84% 所以其實這個時間 就是說 一檔生技爆波段 那它的獲利 跟它潛在的漲幅 是非常非常的驚人 所以除了易德跟藥華藥 在第三季到第四季這之間 至少還有5到8檔的生技股 即將取得新的藥證 或是說新的適應證 上櫃加上市加新櫃 大約是5到10檔 所以這些我們都會 分批下去做布局 分批下去做操作 那同時間 我們會搭配 利基型的電子 去做短線操作 一來一回之間 不論說 整個資金怎麼輪動 那對我們來講 獲利就是可以 遠遠不斷一直進來 所以不斷生技 加上利基型的電子 直接來電 今天節目就到這邊 謝謝各位 下集見